真的很开心,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也是虽然花了18年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真的是终于拿到这个永久居留 心情上真的很特别 那刚好也是我也参与这一次的朝台北 那我要讲就是跟台北有关的故事 那其实在我心中台北这个地方 已经降临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所以这次真的我也很开心 拿到永久居留站又可以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我在台北工作生活 有好多点点滴滴 所以真的请大家欢迎来朝台北的活动 真的一定会很精彩 他太客气了,我替他加一句 欢迎大家常常找他来拍戏表演 谢谢 对 对 因为我其实疫情之前我常出境 然后呢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已经有居留站 那我的居留站是一直绑在工作间站 那对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很多人以为就是我拿到的永久居留站 我没有拿到户籍 因为很多人以为我拿到了户籍 但是我的国籍还是日本国籍 那永久居留站的意义是 我以后就不用再办工作签证 因为我的居留站以前都跟工作签证一起绑在一起 所以我每当大概三年的时候 我跟经纪人一定要去移民署办那个工作签证 所以我以后不用再办这个工作签证 我在台湾自由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工作 那我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是我的就是失误 因为有一次我出境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得出国去工作 所以我必须出去外面 但是那时候我刚好也是办理居留站 工作签证 那时候移民署给我一个替代住留站的一个文件 但是呢 如果你要申请这个永久住留站的时候 一定用自己的那个住留站卡要出境 不能用那个替代文件的东西出去 我就不知道 然后本来是三年前我就可以申请住留站的 那我跟经纪人一起去移民署 移民署要办的时候 移民署的人说 因为我那一次就用那个文件出境 所以是归零 那是不算数 所以我要重新要算那个五年的时间 就是五年 一定要待在台湾一百八十三天以上 连续五年 所以那一次因为中断了 所以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辛苦 那下面有点说外籍人是想要申请永久住留站 對,評證,還有刑事證明需要,有好幾個條件,移民署裡面那個申請表裡面都寫得清清楚楚,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辦這個永久住留長的外籍朋友,先看一下看清楚這樣。 以後演講可以講一個這個題目,就是要注意。 因為我們台北和台灣都很希望更國際化,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 在台北18年嗎? 對。 印象深刻的事情,這個台北我覺得因為他陪伴我人生大多半的時間,應該是說台北的很多人,很多事情成長我,就是因為我25歲就來台北, 然後一直生活到現在。 那我的很多想法跟很多情感上面的東西,都是台北培養我的。 嗯,因為太多事情了,所以可能就是沒有辦法講到一個,就是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整個台北,就是讓我成長,就是一個對我來講,一個非常特別的部分。 請問你有沒有看到日本,是不是有什麼台北習慣在日本? 我是每次回日本,我沒有辦法待在一個禮拜以上的時間,待在日本。 因為我太習慣台北,所以… 怎麼會習慣日本? 怎麼會這樣呢? 我就是每次有一個東西牽著我的感覺,就是很快要讓我回去那種感覺,所以我每次… 那就是魔力台北? 對,真的是魔力台北,所以每次回去大概十點就差不多就回來,這樣。 對,真的是第二個家,第二個故鄉。 我其實適應的滿快的,我是來到大概一兩年的時候,我每次回日本,還是會有一些想念的感覺。 好,很想趕快回來這裡的感覺。 一定有一個什麼原因嗎?沒有。 嗯…我覺得… 滷肉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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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肉飯。滷肉飯。 滷肉飯。真的,就是我非常想念每次回去日本的時候,就想念台北滷肉飯。 然後我有一次在日本的家試著做過滷肉飯,但味道不對。 我覺得那個醬油的味道還不太對。 當地下午就回來了,就趕回台北了。 對對對。 哈哈哈哈… 滷肉飯。滷肉飯。 Highway,你不想看很整個人。 滷肉飯。 滷肉飯。 我身上就是那個出境的部分是卡關,其它是蠻順利的 謝謝 謝謝 希望可以吧,因為他就是音樂人,所以他一定也想 就是欣賞國家的音樂人的音樂 他最近的法文可能找到一些負面的問題,目前心理、心情有問題嗎? 你可以問他 謝謝 好,謝謝 謝謝,謝謝